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外送员提着两袋餐点走进美法店里 店员也从抽屉拿出钞票准备付钱 一旁美法师忙着写东西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外送员趁店家不注意 将放在桌上的手机三番两次 拿起来又放下 更试图塞进口袋却又放了回去 先前后后直到第四次之后 就直接带走离开店家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但一举一动都被监视器拍得清清楚楚 事发就在26号下午 台北大安区一家美法店 店家的一只公务用手机被外送员偷走 六月监视器后赶紧报警 并将画面PO上网络 除了提醒大家之外 也希望大家帮忙协巡 赶紧找回手机 事隔一天27号下午 这名外送员真的把手机拿来还了 外送员向店家解释 是因为拿错了 以为是自己的手机 店家表示因为有归还 所以决定不提告也不追究了